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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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想不起来了 我想不起来了 这儿曾住过多少人家 好想有白花的爷爷奶奶 还有几个大叔大妈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总是哭啊 吵啊 说啊 笑啊 反正我觉得他们可好可好啊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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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有句老话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南城真是穷 如果说东西城 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少妇 那么南城 简直就是个衣衫褂褂的小媳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酿造出一种独有的人化 有些人 蛮不错吧 富怎么样 跟我打差 商量事儿啊 射我一打袜子啊行吗 来 本小立威 盖部奢倩 这笔字不错啊 当然 来 刘嫂子 要不然我说你的啊 不说 好 刚强 能打听一句吗 许六呢 找扶尝尖的 扶尝尖 扶尝尖可就是暗门子呀 对 他去的那家啊 就是暗门子 这有点意思啊 这 能问问这去的是谁那儿吗 能 长嘴干嘛是 不就是为打听点闲事吗 特去看她表妹 春晓 对 春晓 春晓可暗门子啊 不错 春晓就是个暗门子 可暗门子里不见得都是坏人呢 有点意思 不错 六嫂子 您就真的一点也不吃醋啊 一丁点都不吃 这也是我给我们家许六立写的规矩 一个礼拜两趟 春晓啊 在那种地方混事不易 六嫂子 可不是我挑适啊 这男的女的老往一块儿凑合 功夫大了 可没有不出毛病呢 更别说这春晓就是咬姐儿 我把话跟你说透了吧 像我们许六这么老实的男人 多一个女人疼她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往后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春晓是我们小女子的干妈 别老混事儿的咬姐儿的 哼 这话又说回来了 不是 像我们许六这么忠厚的男人 不会四处沾花惹草 更不会这家打个范围 那家摄条裤衩什么的 嘴茶子够厉害的啊 许六媳妇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 袜子你摄 不摄 你给我听清楚了 不摄不摄 要摄呀 我摄你一脖套 把你那王母脖子给搭起来 话真跟紧 记住了 我不光叫乔脖子 我还有大号叫乔寻长 你的门脸在坛根儿 归我管 你家住小景胡同 那儿归吴七吴寻长管 这么跟你说吧 整个北平城 就没有不归巡警馆的地方 琢磨着 我要不把你们家许六挤得出屎来 我这乔子就倒着去 去 去 去你的吧 干明瓦鲁军进了城 把你们圈寡了 跑这儿蒙事来 不过你来 太阳道尾 买布了 你看那儿 您瞧我这儿的黑布的白布 蓝布花布的吗 衣水的做衣服的好不了的吗 快往这儿来瞧啊 您看这块布 您看那单身林 您千万别不认 穿在街上走在街上 真不值是哪一号 买卖的咋能贵的吗 你往这儿来瞧 您走啊 您往这儿来看 就好是一家点花儿 多了多了 买卖的 你现在不怎么一样哥哥 你们瞧 干嘛 谁呀 那不是许六吗 哪儿呢 没错 肯定是她 旁边还有个衙门 我都逼个大师爷子 看着我 我的师爷子 转过去 转过去 大妹人 你干什么 不买了吧 买 掌柜的 撕一件棉袍 冬天扯地 得多少布啊 您说这位爷啊 这位爷他得三桃啊 您买这布 得打出点富裕了呀 大妹人 行 就撕三桃 你们瞧那小娘们 打不得还挺翘实 你过来买你的东西吧 你快 快点 您走啊 您拿 给 好嘞 拿着 六哥 咱们去那边瞧瞧 您好走 大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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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我的钱怎么了 不干净 不 不是这意思 我 我是 再给嫂子买块鞋面 给小娘买个斗篷 我就让你回去 大妹妹 你 六哥 我实话告诉你 不明势力的人 说你走了桃花运 更混蛋的人 说我这是在倒贴 咱俩的事 只有你心里 和我心里最清楚 我把话说透了吧 我就是喜欢你 大妹妹 你 你倒是快点啊 别看热闹了 来 快走吧 这边 快点 快走啊 人真多 快点 小奶奶 快点 那是谁现在的姑娘啊 我怎么不认识呢 她禁锢 她使使你慢点 六哥 我不跟你胡来 我这么办 不是为了我自个儿 我弄的事 可我在乎你 我不能把你弄脏了 让你心里腻味 大妹妹 大妹妹 你怎么这么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 再有呢 我不能对不住嫂子 她让你来看我 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补义 我翻过来想过 我要是她 我做不到 听我的 再给嫂子和小妮买点东西 啊 你说 许六的媳妇 知道不知道 她们那么不逼人哪 给 我不吃 你吃吧 知道 知道也没听见许六在家里 摔锅砸板地儿啊 诶 赵丽儿说 许六媳妇那脾气 要是知道这种事儿 那还不得玩命啊 快点 闺女 别怕 咱们得赶紧走 省得一会儿关了城门 她时时 大牛她妈脱着身子不方便 你得帮我抱抱架 快 咱们得快走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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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事啊 哎呀 老奶奶 师娘 哎 哎 您快打不个人吧 大牛她爸找回来吧 贵女 我在这儿呢 你别怕啊 这 这牛她的鬼到哪儿去了啊 哇 我怕是横生 不会的 啊 屋里没个主事儿的 贵女 我在这儿呢 你别怕啊 等完了事儿 你说她啊 哎呀 你说她这个人 媳妇要生孩子了 她还满世界的瞎过 你说 她去哪儿了呢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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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个极聪明的人 他懂得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不咬 来 敬礼 于是这点聪明 就变成了极度的潇洒 她既无视母亲的难产 更无视我的降生 似乎也敢无视自己那卦 陆陆鸡肠 电车厂已然罢了功 她居然奔了龙福寺去听相声 高高山上一头牛 两个鸡鸡 一个头 四个鸡子分八半 我大爷叫她 我人好多 陆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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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点儿酱肉 整点儿鲜货什么的 夸得灵火 灵灵灵火 她因为咱们这个户数太多 我怕送不过来呀 夸得灵火 灵灵灵火 在这儿说了 这天儿也太冷 我们哥俩这棉裤啊 还在当铺里存着呢 一时半会儿啊 她还赎不回来 那个 您说这我要上您家做客去 我来一下 小时做 宽 灵灵灵灵灵灵灵 我说那什么 你那边宽的那边 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 您帮我听听 帮我听听这段喷口 就这段 说这个 行了行了 像声 像说 什么意思 像像像 行 还真不热 没听见吗 那边连绵裤都当了 说像上 这个年头啊 耗这口嘛 绵裤当了 要是真弄出好活来 裤衩当了都不为过 要没点儿 吃苦的劲头 干什么 您都成不了气候 我们呀 主要不是说像声 我们是写像声 您受累 想让您帮我们瞅瞅 对喽 你们是仨人啊 对啊 我 还有我俩朋友 那这位太白遗风是谁啊 是扎六爷呀 扎宗佑 其实他行二 他哥哥扎老大 人称是巧夺天工 民活铺掌柜的 四九城表胡行的魁首 那童男童女扎出来 跟真人似的 您要是用得着 等等等等 他既然叫老二 怎么又称六爷呢 人家是皇族 新勇年纪 帮着夕代后 把肃川他们 给拿了那鬼子六 那要论起来 那是他们家的远房书族 大秦国要是不完呢 背不住 人就是王爷 对 那么这位 新萧綦孝呢 这个也是我们胡同的 姓何 叫何二爷 八骑兵治理 萧綦孝 能领三百多骑兵 不 何二爷身子骨软 兵多了带不了 好 他哥哥倒是个单官的 您甭误会 他们哥俩人情不一样 不过话 何二爷在琉璃厂 帮人家收旧报纸 还真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这有妈呀您 那么这位南城骚客就是您喽 是 那我倒想问问您了 您在哪座学府供职任 我呀 我是开电车的 不认识几个字 您甭看我不认识字 我可会说日本话 您要是不嫌耽误功夫 我给您来两句 你这时候有点愈发 还会说日本话 那我问问你 日本人管这鸭子怎么说 扁嘴的吗 黑帝 那这鞋呢 穿在脚底下的吗 黑帝 那烧饼油条呢 夹在一块吃的吗 黑帝 好 好 太好了 那么您那两位朋友 学问 比您怎么样 比我差点 不过差得有限 好 好 像您这么大学问 你们这地方小 不一定搁得下您 真对不住您了 我没工夫陪您了 改日啊 我上您府上拜访您去 知道我住哪儿吗 我住小景胡同八号东屋 门口有块搓脚石 鬼两国话不必会一关话强 这孙子跟我斗渴 千万我是谁 你叫刘家祥 刘家祥 你师父叫唐凤山 唐凤山 就是带领工人闹事 让人打死的那个唐凤山 让人打死的 那帮孙子开的黑枪 我师父死的时候 南城九十九家作风 联合霸市集资办丧 那棺材里边就一小酒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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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走 进去 你 轻点儿 你 快 你 这辣椒水还够味儿吧 还成 他比不上二窝头 主要是 他走的 不是正道 逛 逛跑了 给他扔出去 这 就你捉一百头 贺二爷 你忙着呢 百头 就你捉一百头 就你捉一百头 二爷 何二爷 何二爷 您这是 我哥 何老大 打今儿个起 我不再叫他哥 他 他为父不仁 这 这 刘大哥 你 您瞧瞧他那院 您再瞧瞧 您再瞧瞧我这院 他是一个四筒 一个九条 不是一手 二爷 二爷 您甭动大火 跟这好人犯不上 走 我这个院 我这个院 穷 像个要犯的 可是咱穷得豪横 穷得有骨头 是 君子不识皆来之识 老大 他那个院 风流翘势 像他们个咬起 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刘大哥 记住了 往后朋友们不论谁问起来 跟他们说实话 不是何老大 把我轰出来的 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 何老二要让世人知道 你是你 我是我 刘大哥 帮我扶着点 我那把刀 这 二爷 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 还有长有短的 小景的老街坊们 都跟您走动 说白了吧 都是看中了您的人品 对 人品 可不光是人品 还有学问 什么人 我教的都什么人 您 扎柳爷 水三 三哥 他教的都什么朋友 那都是些个 呼朋狗友 医官 医官禽兽 鱼肉相礼 八路军要进城 他们要跑 可临走他们还要弄个抱村儿 警察局长丁大头 满世界的找老太太 在大街上捡一老太太 愣说是他妈 弄他们家去要办七十大寿 四处的撒铁子 脸份子 您说说 可是全中国找得着找不着 像他这么不是东西的 二爷 二爷 您看着他们这么伤天害理的不言 陈玉 您这心里头不觉得不得劲吗 刘大哥 您跟我屋说去 我说 您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这是 让他们给灌了点二锅头 这腿脚不利了 不至于吧 您这也是油酒量的主 刘大哥 进来 刘大哥 您跟我说了 咱们传的那几段相声 那几个料地的怎么说的 怎么着 不认 不认 他要是光不认 我 咱也不至于这么寒碜 那小子 还拿手背摸我脑门 以为我是吃错了药呢 您 您就没跟他提的扎六爷 你告诉他 六爷是皇族 我告诉他了 我说 单凭这笔字 他们也该服个软 你得跟他介绍介绍咱们 怎么办呢 我 我连我会说日本话都告诉他了 真是 掉了毛的凤凰 不如鸡 不如鸡 您瞧您这身形头 他们是脸 那几个料地的 幼儿诗学 不认诗学啊 叫想啊 大学有道 诚意 正心 修其治平 这些人啊 幼儿诗学啊 讲学问 讲人品 还得说咱们南城 货卖十家呀 南城也有说相声的 告诉你 家乡 扎六爷奔天桥了 龙福寺 早晚对对咱们拱手称臣 大家快来看 这个齐匹乐高管 这不如你关事 这曼他乐儿女可不如你擒呐 我这个好子 他真的这个金愿包啊 我这个好子他会留妹巧说 他能让你发菜呀 快来看快来看这个好子 多么精明的好子 多么聪明的好子 他会转个故事 你会你不会吧 这个齐匹乐高管都不如干这个好子关事啊 这个这个曼他乐儿女 有啥用呢 没有用 他老了他不关你了 干这个好子他陪着你 这个曼他乐人女都不如你擒呐 这个齐匹乐高管 不如干这个好子关事啊 这个好子他能让你挣钱 他会给你带来财富 他会让你发菜 他会轮轮巧作 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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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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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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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你听我跟你说 这是我来买买 你给我交了 你管饭哪 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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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棒的面子赶紧想折 今儿咱们这儿收了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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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吧 走走走 走你这儿 您这饭钱酒钱我这儿全包了 宽饭 叔叔 啥事 咱们找地方说去 走走走走 您给我到那边看看 咱们怎么这儿得来两碗卤骨 我说 这碗你们河南没见过 那好吃的 就是 您去 您去 就这儿 这儿 您瞧这个 夺地的 饱你吃了这碗 你还得想二碗吗 没错 您看这左脸 好 您瞧 这就得了 您瞅瞅这儿吃 那儿还有呢 吃 您吃吃吃 卢主 炸豆腐 卢主 炸豆腐 您这儿吃着 我跟您说 咱这儿两不耽误 我呀 我找你来呢 我是乡主 您一养东西 您要是能帮我忙的 您就让给我 我这是跟您商量这儿说的 乡主 我这养的东西啊 啥东西啊 说明了吧 我乡主 您这我耗子了 耗子 你别跟咱们斗了 鸟它有啥用啊 您个年熟人 你看 君子不夺人之所爱呀 我说兄弟 要是够朋友 您就帮我一把 您瞧瞧这玩意吗 这是道光年间的 谁说瞎话 谁孙子 这家传的玩意 您瞧这张字 我们家老爷子 亲手所述 我说是 圣人有道无事 己所物欲 物失于人 这两样东西啊 都是宗有的心爱之物 不是万般无奈 我断不肯出手 是 乡品 门 君子建议小人计立 这是一件批的长的大头 您可别多信 我还真不是瞧不起您 那可不中 你没听我唱啊 齐平的高官不如你官用 满贪了二女不如你琴的 你弄点这石头刺破纸片 还我这一种老鼠 你不是 等等等等 别走别走 咱们什么事都好商量 你想要什么你说呀 说呀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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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丧事的 不好了 这六爷 六爷在天前的 他 老六出什么幺蛾子了 六爷 六爷拿着一枚膳罪 说是什么道光年间的 还拿着老爷的手书的一副钟堂 拉着一个耍耗子的 非 非要跟人家换那拨耗子 拿祖宗东西换耗子 他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按着一打匣子 吃着他吃饭呢 我不跟你说了嘛 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你真不知道 这仨多俩少啊 这都是看家的玩意儿 这都是祖传的东西 您愣不认的 这位爷 我看这么着吧 您这几样东西 我就要这一架 我给您找我小白耗子 您看怎么样 不成 我还就要他这窝 他这窝有灵性 他受过训的 那好那好 咱们今儿个这样 撒手撒手 我呀 说句公道话 这位爷这几样东西 这每一件 都比你这耗子 大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您瞧瞧人家这学问 可这难办的事 你不认祸呀 是不是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您不识祸 您怕这里有假 那咱们这么着吧 你看这位爷 身上哪一样值钱你说 我看就是个帽还值钱 行 这位爷就用这顶帽子 换你这窝耗子 你看行不行 那还管好嘞 谁办这啥事 您看怎么着 用这帽子换吧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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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老六 这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呀 咱们扎家 就是给这么点面相 这是我那份啊这是 老六 你这么干 死了你能进祖坟吗 你去 咱们虽然加分了 可是祖宗没分吧 老六 你 你把我的皮大肠也给当了 大哥 你 你还要拿这个帽子换号子 是不是你 大哥 书兄弟直言 这忠有自有忠有的道理啊 这里的学问您不懂 宗佑要办一件大事情 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情啊 冤家呀 你气死我 你 别别别 我呀 这位像嚼酱牛肉似的嚼着茶叶的女人 是同利良殿的内掌柜 论辈分呢 我还得管她叫石婶 她老人家一个大字不识 却有着指挥千军万马的愿望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 好 瑞丰 快把那份子钱给我 我呀去给他们留家冲冲 这拔个牙还得疼几天哪 养活孩子 你可别长这种心眼子啊 绝护人不能长绝护心 自个儿没孩子瞧人家 养活孩子眼热 我告诉你 你少跟我叫唤啊 绝会赖我呀 那是你们老实际上辈子办了缺德事 瞧着人家眼热 跟你说吧 可这小景啊 没有比我心更善的 刘嫂 刘嫂 何二爷 二爷 六爷 您您这是刚打天桥回来 您拿着 好 相声不能再研究了 再有学问没钱他也办不了事 二爷 您瞧瞧这个 今儿个让咱们给捡着了 是啊 您瞅瞅 您瞅瞅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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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不是一窝小白耗子吗 哎 哎 您细瞅瞅啊 您这 是 我说出来怕吓着您呢 这 是 这是一群小财神爷呀 哦 是啊 你不明白了不是 咱们得让这我小耗子 好好授手训 是 咱们呢 上你们家说去 走走走 行行行 来来 六爷 请 还不成 怎么着 到终点了 我得给这几位爷上神 咱们以后再说 好好 走了 我说 六爷 您这烧饼 我这阵子估计比较忙 等我腾出功夫来 我非写一本《宗有兵法》不可 专讲练兵 练号 练 练 有了这本书 天下保准太平了 谁缺钱花了 你买我小耗子 再也用不着动枪弄炮了 不是啊 我琢磨着 穷炒恶闹 彭赢什么的打仗 还不是因为兜里没钱 您可千万别以为弄钱是为了我自个 不 千万千万别这么认为 不能够 国家办不了的事 他背不住 能让咱们给他办成了 这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难外国呢 幼儿诗学 对 我琢磨着 咱们呢 办义学 保护取义 书法 反正那说相声呢 到了冬天 都让他们能穿上棉裤 外戴一双毛窝 就指着您这一窝小白耗子 我这上神的 承承 回去 回去 生了 生了 来 十字配红 这小家伙儿啊 十字配红 正肩左肩一根一根 在胸口上打了一个十字盘 像个骑在马上的武装 师娘 您辛苦啊 多亏您了 这时候嘴甜了 您坐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坐 刚才你上哪去了 还不快进去看看去 师娘 这孩子来头不小 落草就透着不凡 日后必有宏图大展 蓬城万里的积元 起名了没有 依我说就叫蓬举 好 好 岳飞好像就叫岳鹏举 正经的武状元 手持一杆力全枪 您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力全枪 好 那是谁 岳飞虽说叫岳鹏举 林辽还是让人家给斩了 忠臣自古无好死 不好 给您道喜 道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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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呀 他应该叫天乱 加了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这儿 他跑这儿来裹乱了 可是 天乱俩字笔画太多 我还真不太会写 你 依我说呀 老大叫来福 老二就叫来友 既然来了 总得有口饭吃 可何二说啊 我看行 就叫来友子吧 再者说了 这大名叫什么不要紧 这小名可得叫刘丫头 既然娘娘都发话了 那就二千岁 刘丫头 对 闺女好拉胖 刘嫂 趁着疼奶奶也在这儿 还不赶紧就着手 给孩子把耳朵眼也给扎出来玩 所谓十四批红者 不过是母亲的臍带缠住了我的脖子 那是多么可怕的场面 不是我要了母亲的命 就是母亲要了我的命 可是在当时呢 这却被视为大富大贵的吉祥之兆 我是在1948年冬天降生的 我的提倡与解放军围困北平的炮声 会成了一曲辉煌的乐章 要让我们更悠悠的 要让自己们继续 要做一顿 但是在我们身边的 要做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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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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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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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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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